出埃及记第四章 摩西回答 看啊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因为他们必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问摩西 那在你手里的是什么 他说 是手杖 耶和华说 把他丢在地上 摩西把他一丢在地上 他就变了蛇 摩西就逃跑 离开了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你的手来 捉住蛇的尾巴 摩西就伸出手来 紧握着他 他在摩西的掌中 又变回了手杖 这样就使他们相信 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曾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再对摩西说 现在把你的手放进怀里 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 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 手就长满了麻风 像雪那样白 耶和华说 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 摩西就把手再放进怀里 等他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 手就恢复过来 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 耶和华又说 如果他们不信你 也不听从头一个神机的话 他们必信随后来的神机 如果连这两个神机 他们也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旱地上 你从河里取来的水 就必在旱地上变成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 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 以前不是 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不是 因为我本是着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雅 耳聋 眼明 眼瞎呢 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赐你口才 只叫你当说的 摩西说 主啊 请你拆派你愿意拆派的人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的哥哥 立位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 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 他看见了你 心里就快乐 你要对他说话 把你要说的话 放在他的口里 我必与你的口同在 也与他的口同在 我必指教你们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向人民说话 他要做你的口 你要做他的神 这手杖 你要拿在手里 用来行神迹 于是摩西启程 回到他岳父耶特罗那里 对他说 请你容我离开这里 回到我在埃及的同胞那里 看看他们是否还在 耶特罗对摩西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 耶和华 在米殿对摩西说 你要启程 回到埃及去 因为那些寻所你命的人 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让他们骑在驴上 向着埃及地回去了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启程回到埃及去的时候 要留意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其事 把他们行在法老面前 我却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就不让人民离开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曾对你说 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 好叫他侍奉我 你还是拒绝让他离开 看啊 我必杀你的长子 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耶和华遇见了摩西 就想要杀他 西波拉就拿了一把石刀 把他儿子的包皮割下来 把他丢到摩西的脚上 说 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这样 耶和华才放了他 那时西波拉说 你是血狼 是因为割里的缘故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到旷野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了 他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 就和他亲嘴 摩西把耶和华派他所说的一切话 和吩咐他所行的一切神迹 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和亚伦就去召集 以色列人的长老 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 都说了一遍 并且在人民的眼前 行了这些神迹 人民就相信了 他们听见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 也检查了他们的痛苦 就俯伏敬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